前进泰国系列报道 丹宁看过特别的水上市场之后 这次在丹宁参观一处非常爆笑的铁道市场 因为铁道从市场穿过一分为二 摊商只好在铁道上搭棚子卖菜 只要火车汽笛声音响 大家就赶紧将棚子和货摊收在一旁 等火车慢慢开过之后 市场又恢复原状继续做生意 搭太阳下走进这处市场 感觉特别凉爽 里面贩卖的有蔬菜水果猪肉鱼虾饼干糖果等等 和一般的市场没有什么两样 当地的居民也会来这里采买三餐所需 不过仔细看看中间的道路竟然是走在铁轨上 而居民还是不慌不忙的在精挑细选想要买的菜色 一点都不担心 如果这个时候火车及时而来该怎么办呢 请注意火车马上放在 这时远处看见火车真的来了 只见有人吹着哨子提醒游客推到旁边 不要太靠近铁轨 免得被车厢撞到 还好火车早就减慢了速度 而摊贩也好像约好似的 不疾不虚的收好自己的货摊 等到火车来时再一起把棚子收起来 游客们看到火车真的从市场中间穿过去 摊贩就像摩西分海一样退到两旁 纷纷拿起手机拍下这一个奇景 火车穿过市场之后 摊贩又动作迅速的将棚子架回来 再把货摊放回原来的位置 太重太大的摊子下面还有滑轮轨道 方便快速移动 然后大家又四声呐喊地做起生意来 游客再走在铁轨上继续逛逛 看看有什么好吃好买的 好像刚刚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一处市场其实存在很久 是泰国政府要开设铁道 从市场中间穿过 原本打算征收用地 但摊贩们不同意 怕会没有生意可做 经过协调之后 才让火车穿过市场时放慢速度 让摊贩和游客车到一旁才保住市场 也造就类似摩西分海的爆笑奇景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